我們的挑戰分別是 兩杯升瓶 一瓶Corona 一個10664 一個借040 然後這三瓶的話都是金釀 很祝福出 你唱得我好想吐喔 桶子咧 桶子咧 你是桶子咧 店長 今天我們兩個來 就是為了要挑戰 這個大胃王 我是挑戰啤酒的部分 他是挑戰 你是挑戰Shot的部分 那可以稍微 讓觀眾了解一下 那這兩個挑戰是長怎樣的 我們通常來說 啤酒的部分很簡單 他就是8瓶不同的啤酒 只要在8分鐘內喝完8杯 然後15分鐘不吐的話 就挑戰吐好 很簡單 簡單吐好 就跟大胃王一樣 OK 對 那Shot的話就要去 爭分多秒 他的話有12杯Shot 然後跟一杯啤酒 可是我們不會讓你 一直喝純的Shot 那有點難過 所以我們會有 贊杯是飲料的 有飲料 有純飲料是不是 蠻薄心的 對你們很善良耶 那挑戰成功的話有什麼 如果是大胃王的話 挑戰成功會有3000塊的現金獎金 哦 那那那Shot呢 Shot的部分的話是 1500的店家的指甲券 跟1500的現金 欸為什麼我覺得 我覺得Shot也很難啊 Shot怎麼容 因為Shot比較簡單 其實 哪有 哪有 你有挑戰成功過嗎 欸說真的 我沒有挑戰成功過 對 那你平時我出這個挑戰了老闆 對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安安的挑戰囉 好的加油 好我現在要簽那個 挑戰同意書 有生命錯出去的意思 我好害怕 誠實重呢 沒錯 先給你新的建設 人家啤酒是這樣 這是人家啤酒喔 對 它是人家啤酒 我一定會數 我一定會數 沒有志氣 並對個人挑戰行為和後果負責 並放棄任何形式和民視的訴訟 你們是不是有被告過啊 主辦單位有裁判全知全力 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什麼意思 像是我們總是有啤酒 像有些人的啤酒是 你喝一杯沒錯 可是有半杯都在身上 喔這就不算是不是 對那我就沒有辦法 那如果跟你撒嬌可以嗎 跟我撒嬌 先撒啦先撒嬌 先撒嬌 先撒嬌 而且他如果露出來的話 拜託拜託你了 弄尿的部分可以啊 欸這上面沒有 另外再拿一個垃圾的 我為什麼要簽這種賣生器 我不懂了 我到底為什麼會被抓來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喝的時候的順序是這個樣子 這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那中間的部分如果順序吃的話就算輸喔 然後完了以後再把啤酒喝掉 然後在35秒內就是挑戰成功了 我們這邊的話都會飄進 再來就是我們到處的全部杯子的酒會集中同一個 那如果超過四分之一的話就是直接挑戰示範 好 那如果是低於四分之一的話我們會加一秒鐘 好 OK 來挑戰者的名字 安妮好山 預備來開始 好加油擺旁邊就好了擺旁邊 擺旁邊 喔動作很快 有機會有機會 來對他 安妮加油 還有二十秒 水蕊水蕊 佳佳 欸有機會破紀錄 真的假的 啤酒啤酒 還有十二秒 十二秒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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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 差點差點差點 你前面Shark喝了比所有的人都快 好累喔 蛤 所以現在狗音說我玩的就是真實 那接下來換我來挑戰這個八杯啤酒 沒錯 那我們的挑戰分別是兩杯升瓶 一瓶Corona 一個1664 一個借0式 然後這三瓶的話都是金量 大家有可能會卡關在哪裡嗎 後面 因為這個後面三隻的度數是比較高的 有一隻的話是9% 最後一隻是9% 加油 等一下我問一下中間可以吃東西嗎 所以我之前準備巧克力可以嗎 可以可以 之前有巧克力 你準備的是巧克力喔 巧克力因為我怕酷 這個喝起來很像那個 鹽油 這個又鹹又苦 所以我想要把它削米一點味道 那我們挑戰時間八分鐘 我們八分鐘喝完結束以後 會過十五分鐘 只要不吐就是挑戰成功了 好 OK 準備好了嗎 加油 預備來開始 馬表會放前面自己配數就好了 好 現在已經過 這好喝耶 快十秒了 你不要一直吵 你要配數一瓶 一汁的話是一分鐘 看你已經開始要吃巧克力了喔 你真的不會等一下太飽嗎 我只想要休息一下那個氣 這個氣它是四喉嚨的 OKOKOK 欸你真的有在配數耶 現在剩半分鐘 好那你現在可以休息 可以休息25分鐘 太快了 你又開四瓶至少把四瓶喝完 好可以 有一個女生的話她是五分鐘挑戰完成的 然後目前最快時間是四分半 你已經想吐了嗎 好像打嗝 等一下你的那個桶子咧 桶子咧 你的桶子咧 欸你不自量力 硬要來挑戰這個東西 你快點阿萌 你這樣不可以 我好像打嗝但打不出來 你再喝一點說你就打得出來 多喝一點就打得出來 就打得出來 好 好難吐喔 不行不行忍住 忍住 忍住呼吐 忍 欸你只剩兩分鐘了啦 你唱的我好想吐喔 我如果這樣晃你是不是會吐 阿萌阿萌你要活下去 阿萌你要活下去 阿萌你要活下去 時間到 沒關係至少一半了 失敗了 來啦乾一杯啦 我們算是 失敗者復仇聯盟 Loser Loser聯盟 太爛了真的 真的太爛 欸我覺得你比我爛 那你挑戰完現在感覺怎麼樣 你泡那麼多下 好累 我好像睡覺喔 我跟妳說 還卡彈是怎麼樣 妳是認真卡彈喔 我剛剛是要說我現在一秒就可以立刻睡著 我現在真的好累 你見我們剛下班然後馬上過來 對阿我可以吃我的木乳器了 不行欸 這節目哪有那麼簡單的 我自己帶來 我還不能吃我自己決定要吃就吃喔 你們看到旁邊有些遊戲嗎 有 要不要跳一下 我們就贏了才可以吃 因為我現在也有點暈說實在好不好 你喝了四杯啤酒 有一點 我喝了十二杯啤酒 我不應該先吃嗎 啤酒那個酒精是 你現在就上來了 好像啤酒不是 你現在就上來了 這給精 好 我們就兩個維持一樣 這樣最迅迅的狀態 我們來個射飛鏢要不要 好 隨便玩個遊戲 挑個遊戲射飛鏢 我會贏的 OK吧 我們來咻咻咻 贏了 我們就來吃贏的膠囊 啊輸的不能吃是不是 對阿 就問我帶這個咪咪武器來幹嘛 就給我的阿 幹嘛 好走 掰掰 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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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配不少 嗯 讓你喝酒的時候 比較盡興趣好像去教一點 比較有精神 對 比較有精神 我之前去那個藥局 那時候說 欸 我要那個 XX藥 然後他就弄個那個 聰明包裝啊 聰明包裝給我 但是我們就是 認真的設計部 好看 如果想要讓年輕朋友 帶出去是覺得有面子的 然後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欸 這什麼東西 好不好吵 而且我以前說 它是保健食品 可是大家不用擔心它是藥品 它是用草本的方式去做 它有含任何食藥的部分 你吃下去它也不會傷害你的身體 你常常吃 你這樣都是保養這樣 對 你平常你很累 體力很差的時候 你也可以吃這個 但你上班沒喝酒 對 然後 然後你可以吃一頓 然後精神反類 沒錯 但我們也不是鼓勵 一定要喝酒好不好 對 但你不得已的時候得要喝酒 因為很多業務 需要應酬 或者是 像這種很多酒吧朋友的 很愛灌領酒的 不需又不行 不需又沒面子 那你就真的想要讓自己比較舒服一點 沒錯 它可以降低你的痛苦感好不好 我真的超級推薦 我真的已經吃很久了 酒場老司機了 沒錯 我真的吃四個月以上 我真的每包包都帶了 我包包現在就有酒吧 去夜店去KTV 去什麼酒吧 只要有喝酒我就先吃了 那你今天這間酒吧 我們體驗一下你就會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玩欸 對 它又有挑戰可以玩 然後又有機器可以玩 然後又有酒可以喝 而且它酒量超多 真的 其實台北可以找到 社會標的酒吧很多 對 但是可以找到這種 可以玩別放的很少 而且他們 服務人都非常的熱心 多耶 他會幫你處理兔子 你看這裡 就可以放心喝 放心派對 跟朋友聊天 我覺得非常的棒 真的非常推薦 如果你在公館部心 想要找個酒吧 來喝酒 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來玩樂 挑戰的酒量 不管是夏的挑戰 或是鼻子的挑戰 都非常推薦你來這裡玩玩看 沒錯 你就會自己知道自己的動作在哪裡 然後可以帶安安最有禮來 安安最有禮好不好 你要帶著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這集開箱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邊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我們 因為在我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了吧 行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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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發現其他更去造工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